大家好,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次要和大家開箱的是我已經期待了很久很久的Amazfit T-Rex 最近香港雖然已經推出了行貨 但我選擇了在淘寶買 因為它比起行貨真的便宜了很多 而且可以讓我找到我很想要的迷彩版本 T-Rex有五種顏色選擇 分別是迷彩、黑色、灰色、卡奇和均綠 它的設計其實都很有G-Shock的感覺 外表很硬朗、很有型 我覺得和迷彩是絕配的 這款的智能手錶通過了12項的均規認證 可以抵擋低至-40度、高至-70度的環境 有50米防水,亦通過了濕熱、炎霧等等的測試 看上來非常適合喜歡野外活動的用家 今次開箱會和大家看看這隻手錶的外觀設計 裡面的介面和看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亦會和大家測試其中兩個運動模式 在開始之前首先想介紹一個集運優惠給大家 淘寶最近做618優惠 其實很多貨品都在減價 這個T-Rex只需要518元人民幣 相比港幣1200元的行貨 其實真的便宜了很多 集運方面我繼續選擇用4PX 因為覺得它是比較多優惠,亦可靠 而今次T-Rex我用了這個集運優惠碼 免了運費 大家在官網LOCK IN之後 只需要在我的優惠 輸入這個POMO CODE 就可以獲得合共100元的運費折扣券 還未註冊的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透過說明欄的link去註冊 詳細的註冊,優惠碼的使用流程 都歡迎收看左上角的影片 T-Rex的包裝其實都相當簡潔 一起看看裡面有什麼 裡面我們可以找到一份說明書 充電線 當然不少得有這個圍彩版T-Rex T-Rex用上了一塊1.3吋AMOLED屏幕 亦用上了第三代大猩猩強化玻璃 很符合帶去野外活動的要求 而側近的四個金屬按鍵 其實都很有質感 令到整個手錶看起來 是很硬朗和很型格的 錶帶方面也有驚喜的地方 我沒想過它是挺柔軟的一個質感 帶起來做運動其實應該都會挺舒服的 我很喜歡錶帶上面它有很多的洞 適合不同size的人士 還有也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位置有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可以讓你卡在錶帶上面的一個特定的位置 那就不會到處走 要連接T-Rex是需要下載Amazfit的APP 在APP裡面可以給你更換它的標盤 開啟WhatsApp、來電提示等等 影片的最後部分也會有連接的示範 有需要的話記得看到影片的最後面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它的介面設計 從主頁往下滑動會首先看到一些快捷鍵 在這裡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電筒的功能 它有兩個亮度可以給你調校 都挺配合到這隻手錶本身的定位 再往下面滑動就是支付布 我想這個應該是內地版本才會有的功能 接著是心跳和一些基本的運動數據 往左邊滑動就來到這個應用的介面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我的T-Rex是簡體字顯示的 這個就是內地版本和國際版的分別 不過如果WhatsApp或其他信息是繁體字的話 都可以用繁體字顯示的 是沒有問題的 就看看大家會不會介意這個項目 畢竟兩個版本的價格 其實都有一定的差距 這個介面設計 整體上的感覺 我覺得滑動起來都相當流暢 還有沒有想過它可以顯示到一些 較為詳細的資料 例如在天氣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日出、日落、濕度、紫外光 甚至是未來一個星期的天氣預測 這些資料對於喜歡野外活動的朋友 應該都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T-Rex本身支援十幾種運動模式 除了一般的跑步、游泳或踩單車之外 其實它也可以幫你偵測 行山、滑雪、越野跑等等的模式 然後我會跟大家測試兩種模式 大家都很喜歡行山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測試的就是這個燈山模式 T-Rex有雙定位功能 亦可以偵測到行山的路徑 不過可惜的是不可以在手錶裡看到地圖 還有它可以記錄你的行山時間、距離、消耗的卡路里、心跳的變化 甚至海拔的變化都可以查到 第二個想測試的模式就是見走模式 這個模式需要配合APP使用 透過APP你可以看到地圖上的實際運動路徑 運動所需的時間、速度、心率、步伏的變化等等 電量方面的表現其實都幾令人滿意的 官方數字就指出它的390mAh電池 是可以支持到20日的日常使用的 充電方面亦都是很方便 因為它是配搭了一個很細 而且是用磁力急負的充電座 大家充電的時候就不需要比如說要拆錶帶 直接用這個充電座吸到手錶的背部就可以充電了 充大概2小時左右就可以完全充滿了 有關T-REST的詳細功能 大家都可以在它的官方網站那裡看得到 接下來就是連接的示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都歡迎來繼續收看 最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段開箱影片 和FORPIX的運費折扣券 如果大家有需要網購 譬如是買一些的口罩 其實FORPIX都可以幫你們轉運最多200個的口罩 有關轉運方面的優惠 以及它的使用方法都歡迎來看說明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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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沒有 看要 ключ 看要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